小先生 妳要帶我們來買什麼 我們要來買鱷魚的食物 還有土鍋鼠的食物 喔 會很多嗎 其實還好耶 因為我家裡還有準備其他 我們飲食豐富化嘛 對啊 多樣化 所以我們會準備比較多不一樣 那現在還差的就是魚肉 還有土鍋鼠要吃的東西 走 一起看看 到了 要不要來買什麼 鱷魚要吃的魚 我主要是處理方便 如果說太大條的話 我們還要自己吃 所以我都選擇就是 一口能吃掉的大小 好 那這個好了 這100塊 對 那還要一塊鮭魚 鮭魚 對 還有蝦子 這個是要給誰啊 也是給鱷魚嗎 我家的鱷魚要吃這個 那糖糖喔 對啊 糖糖要吃 鱷魚也可以吃 對啊 來看一下哪個 那個 鱷魚要什麼 半顆高麗菜 對 這個是花椰菜是給誰啊 花椰菜 永永喜歡吃花椰菜的梗 這個大陸賣 一盤50 那也來個一盤好了 喔 還有玉米 玉米怎麼算 非常地甜 是 甜玉米嗎 對 甜玉米 那兩隻好了 這樣就好了 欸它紅蘿蔔 紅蘿蔔怎麼算 紅蘿蔔 那也一袋好了 好 買完了嗎 就是吃這樣子 就是炒食性的 這個可以吃一個禮拜份 那這個咧 這個就是配餐的 鱷魚的 一個禮拜的一餐 就會吃比較紅啊 吃魚 因為我還有其中那些的 OK好 走啦走啦回家啦 東西要冰吧 對 這裡面嗎 對 冷凍庫 這裡是 這裡是我養蛇的地方 你說這些都是蛇 這些全部都是蛇 打開都是蛇 好看一下這個冷凍庫 你冰什麼啊 這紅蟲是餵魚的 我以為這是那個冬瓜磚的 沒有沒有沒有 都餵魚的 喔 然後有雞肉 因為上次我直接買了十字雞 然後請朋友剁一剁跟姐 喔 雞肉 喔這個是 這個是老鼠 因為我們爬蟲類很多 都是吃肉的 那餵食老鼠的話 其實營養最均衡 因為它包括有毛皮啊 有骨骼 有內臟 內臟有維生素之類的 所以它營養最完整 因為你餵雞腿 它就是肉跟骨頭 對 你也不會說 特別去買一隻雞 全雞胃 有些動物吃不下 是 準備的食材呢 我們有雞肉 雞腿 鮭魚還有小條的魚 然後還有老鼠 乖乖摺巨蟹 它也是大型物種 它也很貪吃 所以它也可以吃很多 乖乖這裡 咕嚕就不見了 好棒喔 雞腿 哈囉哈囉 雞腿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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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就什麼都咕嚕下去 對啊 它現在身上在脫皮嗎 對 它一年四季都在脫皮 乖乖 它是摺巨蟹 對 摺巨蟹 世界上第二大的蟹蟹 那第一大的蟹蟹是什麼 科摩多龍 可以養嗎 不行 我們要來介紹新成員 好像沒有 曾經沒有拍過它對不對 對還沒拍過 新朋友你好 你叫什麼名字啊 它叫做七七 它是豬如山羊 屬於比較小型的羊 嗨 嗨 平常吃什麼它 它平常都吃木草 乾草 對啊 嗯 但它真的太皮了 它下來呢 就會去廁所吃衛生紙 不管是垃圾桶梨的還是乾淨的 它都吃 然後再來就是吃 紙啊 帳單啊 我之前的帳單被它 就是 咬掉一個角 然後剛好是條馬的 哈哈哈 超生氣的 我們準備給糖糖吃了 我們買的蝦子 你看 哎唷 怎麼咬 欸 密死掉了喔 孩子 哈哈哈 這邊啊 這邊 這邊 太大 這邊 哈哈 哈哈 欸 有整隻欸 對 它整隻吞了 那它這樣一餐吃多少 它們其實還好 不用餵到太多 因為它平常 它也不會一直說 瘋狂的有來有去 它們消耗的能量其實不多 我發現在你家的當家們啊 好像 都很方便飼養喔 你說鱷魚一個禮拜餵一次 然後它也是 對啊 餵鱷魚就先順便餵它 順便餵它 然後上面也是都不動啊 然後想到餵它 然後這個就可能一個禮拜餵一到兩次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你現在做的這些工作 然後照顧它們 那在未來你想要做什麼 未來不管是拍影片啊 或者是做一些跟寵物相關的活動 其實我還是一樣離不開它們啊 嗯 對 我不可能說養一養不想養不養 對 對 我覺得就是養這些動物就是 帶回來那一刻就是 答應它們要照顧它們一輩子 就一直持續性的 你會想要買地給它們 就是更大的空間 會啊 會啊 那以後就想 目前目標就是存錢 然後想買一塊地 然後把他們空間更弄得更大 然後規劃好 然後就不用帶著他們出去 讓大家體驗 然後我可以讓人家來體驗 然後他們就不用這樣子坐車那麼累 你知道你在講這些的時候 你有無礙發光的那個光芒 對啊 人家就是覺得我是神經病 只是為了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 堅持到這麼久這樣子 那像現在很多就是因為有跟風 比如說因為你拍了你的頻道 就很多人去養鱷魚 對於這種四族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說 養一隻動物 你就要養牠到牠走 那你絕對不能因為牠 牠小時候看起來可愛 突然想養 就想養一陣子 沒有 沒有這回事 你要接受牠小時候的樣子 更要接受牠長大後的樣子 然後不管牠做什麼事 你都要能包容牠 你要做到這些的話 我覺得你才是一個合格的四族 對 愛牠就是要接受牠的全部 對 接受牠的全部 然後包容牠 然後養牠就是到老 就是這樣子 一輩子的家人 對 沒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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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